翻车了翻车了 这块木头就得好几百 很失惨重 有位粉丝给我寄了一个东西 叫我给他用奶油胶装饰一下 呃好像是块木头 而且非常有分量感 这东西拿来做个烧烤啥的 因为这个东西我也不太懂 我还特意问了一下 就这么一块木头 可能得好几百 甚至上千 大概用途应该是做书法 用来压纸的 这次又整个新花边 这次用的是粉色和紫色的双拼色 这个花边一层一层的 特别像大麻花 所以这个我就叫它麻花围边 这个围边跟上一期做的小裙边有点像 做完围边以后 中间部分用浅紫色给它填满 因为在中间部分需要放一个娃 所以在木头的最中间部分 奶油胶会更薄一些 这次选择做大麻花围边 主要是因为这位粉丝选的娃 特别像紫色的大白菜 为了跟这个娃相呼应 这个围边也是粉紫色 有点像大白菜树叶的那种感觉 这个木头虽然第一次做 难度并不大 这个娃竟然还倒了 一个是因为下面的奶油胶有点稀 而且这个木头的上面也不平 是那种拱起来的 翻车了翻车了 这块木头就得好几百 损失惨重 因为这个木头咱也不敢用水洗 所以我就愣是用纸巾擦了半个多小时 功夫不负有心人 最后还真给擦好了 幸好这个木头的侧边没有沾上奶油胶 做第二次的时候 等周围的奶油胶都干了以后 再用奶油胶把花沾上去 最后一起看一下成品 这一款最大的特点就是大麻花为边 整体都是以花还有蝴蝶为主 看起来比较仙气 整挺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